這段影片是去解釋 Odo European的PoS 如何去處理 Goods Exchange 或者是RefundReturn 這裡開了一個PoS 假設客人進入 他說我要買這三款的椅子 如果我能夠認識到 也可以直接點名字 或者搜尋出來 透過無論是名字 致電 電話 電話 等等 你想要製造一個新的Member 隨時去製造 假設我是這個客人 我設定他 雙方的PoS 都會出來了 下一秒就是Process 這個Payment 然後刷入單單 這個Page 其實他都會自動地 更新了 剛剛我一直以來這個PoS 他有什麼order 你會看到多了一個 就是Shop 05 第五張單 In which and Nicole 他買了51元的東西 我按進去 其實你會看到他裡面買了什麼 也多了一個按鈕 就是你的Return Product 我直接 假設他回頭 跟我說想換的 那我可以按Return Product Payment 即是我Register 因為他 我當下跌了他 那我出回去呢 你會看到剛剛這個05 是有另一個Refund 它抵消了的 那下一步會索性說 那你想換哪一個 我要這兩張 但我不要這張 我想要買這張 那會建議索性 就這樣做多一張單 OK Payment Bank 確認 Next Order 同樣地 這裡會即時去更新的 那你會有一張06 同一個人 那個銀碼 更新的 那這個是一個位置 我們會建議 去Handle for POS的Return Refund 或者Exchange 那原因都是 給你有一個Traceability 知道發生什麼事 之前要什麼 不要什麼 還有最新要什麼 那也都有提到 就是說 另一邊 一個Extra Note 就是 譬如剛好你落那張單的客人 他其實想要一張Invoice 那你看到這裡有一個Button 我一按下去 他帶我到Invoice App裡面 那假設他需要一些很formal的PDF 或者是 他暫時給了一半先的 那你也可以在Register我的Payment 那接著 譬如 他真的給了一半 那我假設他給50元 那你也可以Create Payment Keep Open 剩下的那些 那你會看到它Partially 那然後 基於這個人的Payment Terms 譬如他是 15天內他要付的了 那他在Odu都會自動去提到 那些是Overdue 那些是Not yet Pay Partially Pay 等等 那他真的會遲些給回來的 那就直接Register Payment 那剩下的按碼就會出現 那我剛剛所說 那我會看到那些電郵 那我把電郵發出現的 那我已經在電郵發出現的 那如果電郵發出現的 那電郵發出現的 那如果電郵發出現的 那如果不喜歡的設定 那也是在那個按鈕裡面 去改 那按鈕就在這裡了 那按鈕就在這裡了 PDF 那就會更formal一些的 那而大約的樣子 就會有你公司的資料 行人的資料 亦都是那個購物的內容 今天就會是這麼多 暫時這裡就會全部都解釋了